了解 我們騎士員什麼? 因為我們的工作 只要拉一隻鼻子 快要再一次 就證明你是安全的 你就可以去上班了 那麼我們為什麽 不能夠再回到家庭裡面呢 快起神聖宗 快起神聖宗 阿宗你來了 阿宗你來了 得體樂宗 收緊神聖宗 快起神聖宗 比賽代決 會不會贈場外決 會不會贈場外決 比賽代決 會不會贈場外決 會不會贈場外決 健保卡被注尽 而導致就醫困難的選手 過去兩年 如果你在常常航班 不斷在所謂的執勤 檢疫 再執勤 再開飛 人都不會 現在還必須 困在範圍裡面 沒有任何人的自由 對你的身心健康 你認為 已經造成 嚴重的損失的人舉手 請各位媒體朋友看清楚 請在對面指揮中心 等一下看見這位的指揮官 的專家看清楚了 這是過去兩年 三千多名台灣基礎員 獲得生活 指揮中心 為了就是說 能夠再維持本土的一些 獲益的力量 那其實指揮中心 制定了一個 舉檢再派飛 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樣的一個政策 舉檢再派飛 是真正讓基礎員 淪陷於長期執勢的最大問題 在舉檢不管是七天 是五天 還是三天的時間 在舉檢的時間當中 隨時只要做完 一條的採檢 或者是快拆 我們就可以出門 不然是出門 是去上班 而不是回家 而不是去抱你的小孩 而不是去抱抱你的老人家 去安慰他 這幾天我不在家 辛苦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要維持疫苗 我們要在意疫苗 我們要送口罩 這是我們的使命 我們的責任 我為我的工作感到驕傲 但是我同時也為我們的犧牲 我覺得不行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看到 指揮中心對我們的肯定 其實在現在的舉檢 在派非的當中 我們只要做完快拆 馬上又可以去上班 這是一個非常莫名其妙的一個政策 非常地矛盾 為什麼我可以過二快拆之後去執勤 跟我的同事相處 但是我卻不能回家 或者是我不能夠進入社會 去擁有我自己的個人生活呢 所以我們今天的其中一個助手 是以拆待遣 回歸正常派遣 而另外更一個重要的支持 我們希望 所有指揮中心的決策 必須公開透明 聆聽基層的聲音 長期以來 我們的健保卡被注射 雖然在上個禮拜 指揮中心 終於聽到我們的聲音 建議把健保卡的助記取消 但是這兩年多來 我們的意料全的粉絲 為什麼都沒有人在為我們顧及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基層員跟我一樣 以我自己來說 因為健保卡的助記 我只是在網路掛號 我就被拒絕了 請你不要到醫院來看診 我沒有辦法進入醫療指揮 所以脫著脫著 導致我要指揮個月以上的長假 還有辦法進到醫院裡面去看診 那有些基層員呢 是繼續忍著吞著 在去年 我們有三位基層員 不幸處置 也有更多的基層員 因為沒有辦法進入醫療體 去檢查 導致後來變成是嚴重的病症 而要進行跨療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透過很多種方法 去向指揮中心反應 將來會有更多人碰到這樣的問題 而不是只有基層員 但是指揮中心 並沒有好好的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導致現在 我們的醫療 大家的一般民眾 也碰到這樣的一個狀況了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 偶爾會發生一些 延誤治療的問題 其實基層員 在兩年前就已經碰到了 我們也一直急聲地呼籲 但是都並沒有被解決 在去年 我曾經等了一隻小小的睫魔眼 飛行員的節目也怎麼辦 我沒辦法上班了 我眼睛快看不到 我眼睛肿起來了 但是我被各個層所拒絕 我跟東協調 打了無數通電話到不同的層所 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樣的 不好意思 先生 即使你已經脫離居家體力了 你也PCR陰性了 但是因為你還在14天以內 你的健保保護器 你是飛行員 那麼你就連看眼科的資格都沒有 我的睫魔眼 小小的睫魔眼 理論上大家有點眼藥的 應該一兩天就好了 在我身上 卻累積了超過兩個禮拜 我眼睛腫到 不好意思講 可能快要一個一個小期待大小 最後才有辦法去看醫生 我如果那時候沒有辦法再看到醫生 我的視力會不會更惡化 會不會對我的飛行生涯造成影響 在去年底的時候 因為機體人頻繁的被篩檢 我們也向指揮中心評書 是否有更其他便利的PCR的採檢行程 國外也有採用其他負易採檢的方式 來進行PCR的確認 但是指揮中心告訴我的是 現在台灣不需要 現在還在實驗當中 它並沒有走走去進行其他後續的認證跟準備 所以導致現在快摘劑沒有 PCR讓人爆滿 醫療體系崩潰 這到底是誰的問題 為什麼你沒有超前部署 我在去年就告訴你了 為什麼你到現在 如果是全民預期來承擔 你從來都不聆聽基層的聲音 現在疫情擴大影響到所有的人 我相信從今天開始 會有越來越多受到影響的群眾 受到影響的基層勞工 站出來 等到那一天 我們跟這些老公一起團結起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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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